上禮拜我们第一个做的事情是先熟悉Mac的用法 很多就是上禮拜连我自己都还没熟悉Mac的用法 所以我们就很快熟悉Mac的用法 那接下来我们就教各位怎么样子安装Node.js 那安装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基本上呢 你就上Google 你打Node.js 这第一笔是台湾的第二笔才是官网 然后按这个install 它会下载一个PKG档 你就把这个PKG档打开 然后一直点下一步就安装完 OK 这是安装完Node.js的状况 基本上我们这门课只要有浏览器和Node 差不多就可以愿意做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打开一个东西 打开一个东西 以这门课以我们目前可能会使用这个东西很多 那就是你在你的应用程式里面 我们现在都是Mac系统 请你找到工具程式 应用程式里面最上面有个工具程式 这边有个终端机 请你把它打开 那打开之后你就会看到一个 这个 CSIENQU 这是我这一台的名字 那Bash是这个终端机命令列的名字 那有了这个之后呢 你可以试试看LS这个指令 那LS就相当于DOS里面的DIR 因为我们现在是Mac Mac的指令基本上都是跟Linux一样的 因为它都是UNIX系列 Mac作业系统的底下是FreeBSD 所以基本上你看到的东西会跟Linux很像 那有了这个之后呢 接下来你可能需要切换资料夹 那以这门课以我建议各位可以把它放在桌面上 所以如果你放在桌面上 你可以先CD到Desktop 你CD打D1之后你拿Tab键 它自动会搜寻到最像的那一个 就切过去 切过去之后呢 你就可以在里面列出来看看桌面上现在有什么 好 那桌面上呢 原本 原本没有这个 这些原本都没有 你可以自己建一个资料夹 MKDIR就可以建一个资料夹 MKDIR 比如说我用我的名字建一个资料夹 MKDIR CCC 这样子就会得到一个新的资料夹 这时候你在LS你就会看到OK 有一个CCC的资料夹出来 好 那到了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进到CCC底下 在LS你会看到没有东西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编辑档案 请各位先跟着我坐到这边 好 坐到这边之后 我们再来告诉各位重复一下上礼拜 写程式的方法 好 那请各位先坐到这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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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